疫情久了 我今天有些怀念2020年 所听到的 看到的 为什么以前那么的难 大家都是理解和支持 又为什么 到了2022年 这次大家会有这么多的怨言 这次疫情 我报名当了广场街道的摄影志愿者 还记得那天 大家都凌晨去买菜 刷棒了朋友圈 到了晚上做核酸菜集 大家也都是理解和支持 那天晚上 我拍到了11点多 共采集11万余人 9月5日的通告 措手不及 在意料外 也在意料之中 看着满城的铁皮围栏 大家都知道 这次疫情没那么简单 校感分为风控区 管控区和防范区 是一刀切的封锁整个城市 还是做好风控区 管控区 防范区的逐步截封 9月6日 办事处的2000多名党员和志愿者 辖区内的十几万人生活 怎么办 这次又不是过年 大家屋里都没有囤粮 晚上接到通告 7号早上6点就开始核酸采集 那晚 我失眠了 9月7号 天门医疗队来到校感 抵达办事处的各个采集点 已经是7点多 又马不停蹄地开始核酸采集 也许是穿了防护服 阻挡了太阳的温度 不知道他们能感觉到热吗 中午核酸采集完毕 直接上车返程 来不及赠送鲜花和好好告别 能够做的只有默默地挥挥手 因为他们赶着奔赴下一个战场 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 也许大家都感动惯了 无所谓了 但是 请多一份理解 少一份抱怨 这就是我拍到目前为止的 广场接到防疫的影像资料 中华民族历史上 经历过很多磨难 但从来没有被压垮过 中华民族历史上